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黄品胜 是新加坡的一名画家 我现在正在画一幅新加坡200多年的历史画 就是七米长乘以一点七米高的一幅品胜画 三年前新加坡200年 从来佛世来的200年历史 我画了一幅画 在纸上用不同颜色的原子笔 画了新加坡一个 只是近我想象中的一些早期的东西 可以画在纸上 那时候就想 如果是可以画一幅有颜色的 就是用油画或者品皙画这些 画在比较永久的画布里面 把这些东西全部融缩 集中在一张画布里面 最有趣的就是 以后我们画五六十年代 带新加坡人一些生活 早期人家养猪有那些人 拉这只公猪跟母猪交配 早期是这样的 天福宫前面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 不知道前面是一个海来的 其实早期天福宫前面是海来的 现在后来是田泥田海工程的 就看不到 连这些就是说一些服装 早期人来这边穿的一些衣服 这个男的是经纪人 他也在船上 他就带这些 华人移民来新加坡当鼓励 连在船上很多这些鼓励 很多人生活很辛苦 这样长的旅途 很多人死在船上 因为就是很多卫生 很多这些不好吃的 有些又没什么吃这些 这个字画 英京投降 这边我会画其他的一些日本人 来打战的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